是从我乡下 那不是高庄县七山人 那我们家的话 那我们从小的话就是 然后帮忙家里做农屋的事情 那尤其在过年的时候才有丰盛的一个餐 那尤其的话 那我们家里知数难得的话 也做了比较有精致又丰富好吃的东西 所以说的话 我看到了我们长辈们 在冬天我希望的话就会有温暖 那有丰盛的一个餐 所以说的话 我就马上的话听到 有这个华社长办那个关华老人的这个消息 那我就跟我的副董说 那我们能做的 我们尽量去做 那我们就抛船允议 然后做去一个丰盛的餐 来服务我们的一个长辈 再来的话给他的话 就是说有一个丰盛的餐 一个白食料理 让他吃到精致 吃到尊敬 吃到意见 敬礼 感谢观看